嗨 您请设计哈喽台湾 我是张家如 顺利早安 顺利早安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早安 顺利 我觉得昨天的雨 好像真的没有想象中下这么大 对啊 因为昨天整个封面 是压到南部了 所以其实很多地方下雨的情形 尤其北台湾 就明显有缓和 甚至中间有空档 对不对 昨天算是让大家喘一口气 我们先来看看 昨天下了多少雨 还记得今天礼拜四 昨天礼拜三 在礼拜二的时候 整个雨量排行 其实下了多少 我们先来看昨天的 昨天的雨量排行部分 再好礼拜二 今天要下到礼拜六 而且这个雨的强度很强 对不对 对 最主要是因为 这封面又北台上来了 那么另外就是 今天西南风也会逐渐的增强 那么预计从下半天 甚至到晚上这段时间 甚至有机会增强为 西南气流的强度 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 也是有郑重的宣告 这一波美雨的这种降雨最大 而且最剧烈的时刻 就即将要来临了 真的要做好准备 对 没错 不仅是全台都有好大雨 甚至尤其在中南部地区 山区的部分 要特别警戒了 我们赶快先从 今天的这个雨量 雨区预报 来告诉大家 大家就不要再前往山区了 对不对 那当然咯 其实这一段时间 我们其实都一直不断的 在提醒山区的活动 甚至就连海边的活动 都要禁止 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不是风格啊 干嘛这么严肃啊 可是你要知道 这西南气流搭配起来 第一个威胁的 就是在中南部的山区 因为主要是再加上地形的影响 所以在山区的累积降雨 第一个强度会很强 第二个呢 速度会很快 因此呢 其实在一些呢 山区比较脆弱的地方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六 都要开始严加戒备的就是呢 这个像是呢 土石崩落 山崩 甚至土石流的这样的意外 其实都要多加的警戒了 因为看起来呢 从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呢 这个雨啊是会不停的下哦 不停的 中间几乎是没有空档的哦 尤其在中南部地区 那么山区的雨又大 所以呢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特别呼吁大家 真的不要掉以轻心的关系 对 还有在温度方面 觉得今天也是蛮凉的哦 对 其实呢 看起来啊 美雨的好处呢 就是让本来啊 热到大家冻北条的啊 这种呢 30度以上的高温啊 整个降温 所以呢 因为啊 整个封面的关系 那么封面一南压到南台湾地区的话呢 中部以北就会吹比较偏东北风 那么但是封面一上来的话 整个西南风上来的话 哎 其实呢 不下雨的时候 感受上还是会比较闷热 不过呢 因为啦 今天一直到礼拜六 几乎都在下雨 温度上来看的话呢 差不多都是在25到30度之间 所以呢 会比之前没有下雨的时候 明显感受上 比较稍微有凉意 嗯 好 那想先听状况 就赶快把时间交给淑莉咯 好的 谢谢家如 的确是防疫措施 却被指挥中心打了回票 陈时中怎么说的 说疫情是天有变化 松绑措施应该是以疫情当作考量 而不是以时间点来决定 最新的消息 一起来关心台中知名的中华陆夜市 在今天凌晨的三点发生了火警意外 还疑似是人为纵火 由于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这连停放的机车也陷入火害 甚至延烧到台湾大道的民宅 有大批消防队员赶到了现场进行灌救 目前早上7点钟最新状况如何呢 交给记者李若真 特别的注意 因为呢气象局提醒 在今天清晨就会开始降雨 还一路会下到星期六 全台各地都要留意降雨 甚至是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同时呢气象局也说依照过去的经验 这一次的雨量够大 下的时间又够长 雨是是在可能治灾的边缘 提醒大家千万不能轻忽 尤其呢因为梅雨封面带来的大雨 前几天台南发生了露树倒下 压死了女骑士的意外 没有想到昨天在桃园市 是鞠躬所停车场里头一棵大榕树 竟然呢树干也硬生倒下 就压在了两辆车上 还好呢旁边是有阶梯来当作缓冲 狗锁干净体检 并且凶减路数 确保人车安全 再来看这一些案子 为了一万多块 差点呢把自己家里头的 老家祖措都给赔掉 是金龙这个男子欠缴罚还 一万八千块 他迟迟都没有缴 导致呢家里头两百多万的祖措 遭到了法拍 他的屋主妈妈呢 追命男子的妈妈 直接下跪哦 希望可以保住老家 社会上也普遍认为 这样好像超过了比例原则 所以呢后来实行处就撤销了法拍 让追命妈妈呢非常开心的 还甚至掉泪 直呼说比重乐透还要高兴 无罪是怎么一回事 是桃园检警办案 发现了一具遭到遗弃的遗体 结果呢逮捕了涉嫌杀人 还有教室埋尸的一对男女 调查她每次涉局色诱死者 来夺取财产 不过呢法院审理之后 案情出现了大逆转 法官认为这一具遗体 她已经迷化了 而且死因难以辨认 加上呢女子否认杀人 又有直接的证据等等理由 宣布这个女子在杀人部分是罪 另外一切尸体罪 判局女子两年 男子一年的企图 会上这位翻译官林逸婷 由于呢她由于张明星脸 神似女星张军宁意外成为焦点 结果呢总统就是大典的前妻 她也特别在脸书 感谢陈建仁前副总统 她并且透露呢 正在鞭策自己要申请学校 最后惊喜地录取了 美国哈佛大学 最快今年就要到美国念书 艺人幼顺的老婆 之前曝光了长相 就被网友来批评她 结果呢昨天幼顺发文来护妻 透露呢自己在婚前 曾经有过一段 曾经和现在的老婆分手过 当时要往一位白富美 而且还论及了婚嫁 不过终究还是分手 结果之后网友认为 这一名女性 就是现在有三个小孩的隋唐 冰在隋唐之后 出来发文澄清 否认自己是那一位白富美 韩国女团泰 最近退出了新专辑 不过周子瑜在宣传之余 她也不忘呢 到流浪动物保护所 来担任义工 网友就发现哦 周子瑜脸上戴的蓝色口罩 左下角就写着梅林泰腕 采访报道 保安期间 不少人都说要顺时钟 要听指挥官陈时钟的建议 不过有话我发现哦 这一群警理 怎么他们也在顺时钟了呢 这一群警理呢 就被拍下了画面 他们排队哦 绕着圆形的墙面来游 而且看起来非常的整齐 紫星一属 有四十三条的警理 统统都有之一同的顺时钟 前面呢也发现哦 没有人在喂食鱼饲料 画面被拍下 让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 今天举行的WHA世界卫生大会 因为疫情改用视讯的方式召开 在十九号已经顺利的闭幕 WHO秘书长谭德赛 他就在Twitter上 发表了感激这一个单词 感谢各方的与会 不过网友下面狂打脸 纷纷刷辞职这个单词 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 在Twitter发文 恭贺蔡总统就任 而昨天蓬佩奥本人 再度来亲自恭贺蔡英文总统 而且还赞许 台湾民主化的过程 是世界典范 注意教育对吗 详细状况 马上把时间交给淑莉 好的 加入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早安啊 再来关心 今天凌晨发生的这一起活景 是在台中市知名的中华夜市 突然发生了火警 而且呢 疑似遭到了人为纵火 火市甚至延烧到 台湾大道的民宅 导致整排店面都陷入到火害 目前的最新消息是 这一名疑似的纵火犯 男子已经遭到逮捕 而且呢 已经被移送征讯 目前的最新进度如何 联系给记者李若珍 台湾大道还有纵火 真一刮刮掉了 有几百万元的退休金 还有房产 两名女儿没有办法 指妈妈刮刮了 所以向法院来申请辅助宣告 医师后来鉴定这个妇人 患有了病态性赌博症 所以法官医子 才准女儿担任辅助妇人 未来这个妇人 要去买呱呱乐 都先要去经过女儿同意